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 我们这个dwa一直让它处于了一个什么 防御等级为low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吧 这就是说没有加任何防范 如果说我改成media 点击submit的提交 然后再回到failinclusion这个位置 我先给你看 我先给你改成low 然后submit 然后看一下failinclusion 然后点一下vuesource 你可以看到它取出这个数据之后 它取出这个配置对应的数据之后 直接就去文件包含去了 它是这个意思 虽然说它没有写出那个include的文件包含的那段代码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取出这个数据没有做任何的防御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过滤 好吧 那现在比如说我把这个等级再调成media 然后点击提交 然后再来看failinclusion 再来看这个vuesource看代码 这里面就加了一些防范 看见没有 取出这个数据之后 它在这干嘛呢 咱们说有那个文件包含 有本地文件包含和远程文件包含 对吧 你看 它给你限制了 LTTP LTTP S 冒号杠杠 这是不允许出现的 一路出现了 我就STR replace给你替换一下 点点杠 目录穿越服务也不能出现 出现我就给你替换一下 它并不是说限制你就百分之百不让你出现 而是说给你做了一个替换 STR replace 好吧 但是STR replace这个方法呢 它是有漏洞了 什么漏洞呢 它只替换一次 只替换一次 比如说你看 按我们刚才有个示例 在这 这是去包含这个 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 这个 config ANC下的 它 是吧 它现在本来是可以包含上的 但是现在包含不上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被替换掉了 在当前中等防疫等级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 我再给你点点杠 我在这个中间位置上 我再给你加点点杠 你去替换吧 对吧 走 你看报错了吗 并没有报错 是吧 咱我们的内容呢 我没有用那个什么呀 没有用这个方式去读 我们应该把这个方式加上 反正最起码看到不报错了 对不对 把这个加上 走 你看读出来没有 读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面 点点杠替换了一个 点点杠 替换了一次 是不是 这个路径替换了一次 就剩下一个点点杠了 这个路径再替换一个 点点杠 替换位空 又剩一个点点杠 明白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双写的方式进行绕过 这就是S加Replace 虽然说它加了这个防范 但是可以绕过 可以绕过 行 然后那个LTP远程文件包含绕过 咱们也会了吧 是不是 你在这写个 在这里面中间位置 你可以尝试写一个LTP 冒号杠杠 对吧 双写一下 它只替换一次 行 然后这是这个S加Replace 函数绕过 我停一下视频